19号台风百里加72小时内有望生成 原本在关岛北方的99W增强为20EW 台湾中央气象署编号热带低压TD23 10月6日下午6点来到 北纬26度、东京147度 关岛北方560公里海域 中心气压10400帕 虽然海温28度 但风切大导致发展缓慢 每秒12公尺往15公尺发展 在太平洋高压中朝向北北东移动 未来趋势 各家预测数据都认为99W72小时内 生成19号台风百里加 朝向日本东方1000公里海域移动 持续转北北东方向 进入阿流深群岛南方海域 GFS与欧洲EC系统目前都预测 百里加风报将到达加拿大与美国海域 到底是否会如此发展呢 请继续锁定 竹签心看气象 气象看着签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